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第2040集 救你 什么 疯鬼脸色大变 不可能 雷鬼也是尸声惊呼 两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生防御强横的神鬼 竟在一个照面之下 便被那石头人轰破防御 轰碎须迷风 直接重创 两人都一遍遍地在心中问自己 难道这也是幻觉 若这是幻觉 那未免也太过真实了吧 山鬼叠血 空气中弥漫出来的血腥味 萦绕在风鬼和雷鬼的鼻尖 让两人浑身俱沉 而法身一击之后 却是没有停手 又是一拳挥出 哼 震耳欲聋的声响第二次传出来 这次山鬼没了须迷风去挡 却是拼命地变动法觉 将几身神通施展到了极致 一身土系元素力量跌宕 土之法则萦绕 化为防火 一阵密密麻麻的脆响之声传出 肉眼可见的 在众人所处之地 方圆几百丈范围内 一层透明如倒寇般的大碗的光木震荡而出 但此刻这光木却宛若被打碎的镜子一般 列出了一道道缝隙 继而崩碎开来 化为点点荧光 消散天地 杨开浑身一惊 咧嘴冲风鬼雷鬼笑道 看样子这封锁之力 被打碎了呀 你们还确定这只是幻觉 风鬼雷鬼两人脸色阴沉的 几乎能滴下水来 内心震撼的一塌糊涂 眼前所见耳中所闻 让他们的神情纠结彷徨 真的不敢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幻觉了 另一边 山鬼却是再度喷出一口心血来 本就萎靡的气势更加不堪 脸色苍白柔指 朝风鬼和雷鬼所在的方向望来 口中艰辛的 救我 法神凝笑不止 再度挥出第三拳 但此时此刻 山鬼已无力在防御什么 眼看着那山包一样的拳头砸来 只感觉浑身冰凉 手脚麻木 拳头直接打在了山鬼身上 在那半空之中 山鬼的身躯一下子爆裂开来 化为一片血雾 洋洋洒洒而下 整个人的气息也瞬间消失不见 瞧 就是三血 法神打完收工 转身冲杨开一笑 杨开冲他竖了竖大拇指 风鬼雷鬼两人对视一眼 都知道情况不妙了 此刻也顾不得萦绕在四周的空间裂缝 猛的一催力量 挤身法则萦绕 冲破空间之力的封锁 化为两个方向逃队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杨开黑黑一笑 身形一晃便忽然出现在风鬼面前 龙手挣爪朝他抓去 风鬼大惊失色 手上血都横起用力劈砍过去 那长刀之上风力呼啸而起似是蕴藏了极大的规能 杨开眼中闪过一丝狠力之色 一把将那血刀抓在手上 刹时间一阵惊铁交锋的刺耳摩擦声响起 开什么玩笑 风鬼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他骇然发现 对方竟凭借肉身之力 接下了自己的一击 而且没伤到分毫 自己这血刀可是道元级层次的秘宝 此刻拼命一击 就算是帝尊敬也不敢用手来接 可是对方却做到了 就在他失神的这一时 杨开另一只手已经直接印在他的胸膛之上 狂暴的眼泪倾泻而出 灌入风鬼体内 哇的一声风鬼如遭雷势 滴血飞出 一声光芒瞬间暗淡 杨开紧跟着栖身而上 双手发觉变动 在风鬼身上连戳几下 直接将他的修为镇压 风鬼虽然一脸挥败震惊 却依然冷眼望着杨开口中叫嚣道 要杀便是 你的情况会送往血刀总舵 下次会有更厉害的人来找你的 我把你们全杀了 谁又能泄露我的情况呢 杨开冷笑不迭 风鬼道 雷鬼顿术 君士无双 你抓不到他的 你没睡醒吧 杨开嘻笑一声 风鬼 就在这时 旁边不远处 传来一个沮丧的呼唤声 风鬼文言一愣 扭头朝那边望去 只见雷鬼整个人垂头丧气地 站在半空之中 其身体四周布满了一道道 漆黑月日 翁鸣作响 蓄势待发 让他不敢有丝毫异动 你怎么 风鬼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雷鬼 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没有逃走 唉 灾了 雷鬼叹息一声 目光复杂地望着杨开道 上头有些小求此人了 我们不是对手 原来如此 风鬼凄惨一笑 我先走一步了 雷鬼忽然沉声说道 先起双手一掐绝 整个人体内的原力 陡然间暴乱起来 身躯也随之膨胀开来 杨开脸色大变 暴喝道 你敢 雷鬼面露讥讽之色说道 本作不是你的对手 但还是有选择如何去死的权利 话落之时 他整个人碰得爆开 尸骨无存 他竟在被困之后 直接选择自爆 其意志之坚定 行动之果决 让人根本无法想到 杨开想走着都来不及 而一位道员三层镜 强者的自爆 威力简直大的令人发指 那虚空之中 直接被炸出一个黑洞来 空间不稳 暴乱的气流四下游走 即便杨开离得不近 也被余波阵的身形不稳 被废去修为的风鬼 更是一声闷哼 全身骨头尽碎 蹊跷流血而亡 叶清涵同样被那自爆的余波 冲击得高高飞起 不断地催动原力敌的 翘脸一片苍白 跑一会之后 余波才逐渐平息 杨开一个晃动 来到风鬼面前 却见此人已经毫无气息 死得不能再死了 妈的 杨开忍不住骂了一声 抬头朝花青丝那边望去 抱贺道 花姐 留活口 学刀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这次寻上自己 又因为什么原因 他一无所知 若是能抓一两个活口 询问一番的话 未必不能打探出一点消息来 他没有直接杀掉疯鬼 而是废去他的修为 就是有这层考虑 却不想 疯鬼还是被雷鬼自爆的余波 给冲击致死 山鬼已经被法身给打爆了 如今还活着的 就只剩下活鬼一人 他自然不想活鬼 也就此陨落 可当他喊出那句话之后 却是直接正在原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他 五炼巅峰 花青丝身侧彩带萦绕 也是扭头苦笑地望着他 说道 这 怕是有些难度 在他面前不远处 活鬼七里 宁笑 他的血刀不知何时 已经捅进了自己的心房之中 口中溢出心血 虽然面色痛楚 却依然称绝大笑 血刀出手 不死不休 他的样子显然是自裁的 估计是看其他三人都已经先后陨落 觉得没有逃生的希望 直接用血刀插进了自己的心口 这样的致命伤 便是帝尊境 也活不了多久 更不要说活鬼 只是道元三层境了 放任不管的话 只需一会儿 他便会气绝身亡 杨开面色铁青 几度变换之后 咬牙喝道 梅京本少同意你就想死 做你的春秋大梦 话落之时 他以身形一晃 直接来到活鬼面前 单手在他身上一拍 封住他的力量 免得这家伙跟雷鬼一样 选择自爆 若是那样的话 就真的回天无力了 你 你作甚 尽管已经听到了死亡的召唤 但一看杨开那猙獰的模样 活鬼还是忍不住 吓了一跳 杨开冷笑不迭 做什么 当然是救你了 不用谢 救 救我 活鬼瞪大 他正在渐渐失去神采的眼珠子 一脸恶然 杨开已经一把提住了他的衣领 身形晃动间便消失在眼底 荒野之上 雪腥味浓郁 遍地都是大战之后遗留下的狼藉 还有许多断枝碎肉 场面凄惨无比 杨绍 叶清涵脸色发白地飞了回来 四下打量 却没看到杨开的身影 焦急地冲花青丝问道 这位姐姐 杨绍去哪了 花青丝与法神对视一眼 焦躯一晃便来到了叶清涵身后 伸手划为掌刀 狠狠砍在他的后颈处 叶清涵根本没有想到 花青丝会对他下手 毕竟在他看来 花青丝跟杨开是一伙的 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 这一掌刀砍下 他顿时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你把他干掉了 法神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花青丝白了他一眼 撅嘴道 只是打晕了而已 顿了一下 他一脸狐疑地望着法神 问道 你做什么 说话的这一会儿功夫 他发现法神走到了 死去的疯鬼面前 伸手将他的尸体捏了起来 法神咧嘴一笑 还能做什么 这可是大补之物啊 道元三层镜呢 花青丝闻言 翘脸一下发白 似是想起了什么 惊呼道 你又要施展 那邪恶的功法 推使他的血肉精华了 法神道 废物利用而已 令人作恶 别在我面前弄 要不然 跟你绝交 花青丝一脸嫌弃地说道 就在此时 杨开忽然一个闪身 重新出现在荒野之上 冲法神和花青丝招手道 都回了 说完之后 他又看了看 晕倒在地上的夜清寒 似是有所明了 汉手道 打晕了也好 他伸手一招 便将夜清寒吸进了玄界珠内 同时打开玄界珠的借口 让花青丝和法神进入其中 小玄界内耀元旁 杨开与法神重新现身 活鬼此刻气息萎靡 生机暗淡 眼看着是活不成了 插在胸口处的血刀 物资益力 鲜血不断地从伤口处流淌出来 虽然狼狈 他却在讥讽大笑 本座已受致命之上 这普天之下 除了少数集中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疗伤圣药 无人可以救到活我 我劝你 还是不要白费心结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咳 嘴角鼻孔之中 全是鲜血 扬开哼的 让你恢复如初 大概是不可能 但是吊住你的性命 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静止地来到活鬼面前 伸手捏开了活鬼的嘴巴 然后取出大把疗伤灵灯 直接倒了进去 活鬼倒也是硬脾气 依然不肯妥协 只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但如今他修为被封 又如何能拗得过阳开 只是挣扎了一会儿 便不得不将那些灵丹 吞咽入腹 他的目光怨毒至极 引中满是讥讽之色 显然是觉得 以扬开的手段 根本不可能 吊住自己的性命 因为他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机的流逝速度 那种生命 慢慢离开躯壳的感觉 虽然让人不寒而栗 但总好过落到敌人手上 饱受折磨 在他的注视下 杨凯盘西坐在他的面前 双手掐绝 一掌朝他胸口处按来 那手掌按在血刀之上 直接将插在胸口处的血刀 震得灌体而出 带出大片鲜血 活鬼也是忍不住闷哼一声 身躯剧烈摇晃 只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但是下一刻 活鬼却是神情一阵 因为他感觉到 一股浓郁而精纯的生机 从外界灌入而来 涌进自己的身躯 让濒临死亡的自己 慢慢地从鬼门关退回 胸口处的伤势 酥酥痒痒 竟不再流血 流逝的生机 也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巨大的补充 他瞪眼望去 只见旁边药园中 一株高不过半人左右的 匆脆树木散发着碧绿的气息 那气息肉眼可见 正被阳开施展秘书牵引着 愁自己体内涌入 这 这是什么 纵使活鬼知道自己迟早必死无疑 也依然震惊地浑身颤抖 因为他竟从那棵小树上 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生机 正是这棵小树 散发出来的碧绿气息 作用在自己身上 才避免了自己马上死亡的命运 他瞬间正在原底 意识到这棵小树 必定大有名堂 布老树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杨开冲他咧嘴一笑 笑容之中满是邪恶的味道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Sangie Memphis« 《五恋巅峰》 到了《五恋巅峰》 感谢观看